知道饿死会让主人不高兴 所以饱食三餐 可有些人却有食不食 如果说到宫廷剧里的太后 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她 等皇上病好了可以上朝 本宫就可以开始生病了 这一评一笑拿捏得宜 太后专业户陈沙利近几年 重心转往大陆发展 却被周刊爆料在大陆生耕 十九年积蓄疑似遭诈骗 根据周刊报导 年过七十的陈沙利 有意结束手上戏剧返台退休 累计财富人民币三千万 承担于一点四亿台币 因当地法规限制 无法汇出大笔金额回台 想透过地下管道汇回 却遭台湾对街口私吞 一点四亿养老金化为乌有 经纪公司是台湾也有 大陆也有 我在大陆地的稀有 都是在台湾拿钱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这种问题 而且我这一辈子 从来就不贪心 不会做冒险的事情 陈沙利根本是子虚乌有 陈沙利气愤说已退休五年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根据周刊报导 大陆外汇管制依照规定 每日每年只能汇出五万美元 约新台币一百五十五万 超过就需提出大陆税捐 单位的完税或薪资所得证明 但相关证明文件 申请不易手续繁琐 一般人未必都能以合法方式 将钱汇回台湾 也许就是如此 财账传言传得夸张 怎么可能 我都退休五年了 还有钱可以变吗 记者顺一李宇韩台湾报导